就是大家只有關切有去拜會臉書高層嘛 那不曉得說此行你覺得最大成果是什麼 尤其是在臉書高層對面這個部分 那未來雙方有沒有一些擴大合作的機會 或是對台灣可以帶來哪些幫助 是 我覺得這次最大的一個收穫 就是說臉書他們自己在最近一兩年 他們自己的mission也有一個改變 在此之前其實我們知道 台灣跟臉書的關係主要就是台灣的廠商 在臉書上面經營一些專業或者是買一些廣告 等於是說他們大概就是廣告跟行銷相關的人 才會在這邊 但是呢因為他們這一兩年有一點轉向 就是是往community building 就是往經營一個文明的討論的社群吧 作為一個公民的賠利的一個地方 那所以我覺得在台灣呢 他們是特別看重這個地方 是因為首先台灣人用臉書的比例真的非常高 臉書已經等於變成我們的公共討論空間的一部分 那所以他們也很關心說在臉書在這樣子的地方出現的時候 它到底是讓公民討論的素質是有增加嗎 還是其實是反而讓就是偏激的意見更容易流竄 或者是讓大家看起來這個更不舒服 或者是甚至即使他們的核心的本業就是廣告 那是不是在台灣最近有很多詐騙方面的一些廣告 可能獲到付款也會讓大家對這個平台喪失信心等等 所以如何重建這個信心我想是他們非常關心的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特色就是台灣的政府就跟台灣的人民一樣 是以言論自由作為一個非常高的價值 我們不會因為在裡面有人講了一些批評政府的話 我們就要臉書把它消音或者是說就要臉書做任何實現審查 言論管制這些 所以我想我們有一個共同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要在如何完全不侵害言論自由的情況下 又可以稍微讓線上的這樣子的不管是廣告 電商討論 所有這些東西變得比較理性 或者是變得比較對大家生活的品質是比較好的 那在這點上我想我們有相當高的公視 然後也看到說對我們關心的一些話題 好比像說行政院前幾天才在討論的 就是非經個人同意 可能他們之前交往的時候有拍一些照片 但是在就是臉書上面去散播 然後去造成分手的人的一些困擾 等等 那我們目前也在討論說 我們這邊要怎麼樣對於這樣子的被害人 有一些幫助的一些方法 那臉書他們那邊也很關心這件事情 他們叫NCII就是Non-Consensual Intimate Image 那他們也會用一些演算法的方式 去讓這樣子的照片下架的時候 比如說在Instagram在其他地方也不會流傳等等 所以也就是說通常他們是很想要進一個 就是社會參與者的這樣子一個角色 那因為不管是NCC的占主委也好或者我也好 都是覺得說我們關於這種網路上面的 大家的生活的事情應該是要攤開來 非常透明公開的大家一起討論 然後做出大家可以接受的共識 那所以這樣子的方式在未來就是不會只有在廣告 或者是行銷的部分臉書才派人參與 而是在接下來好比上說兒少的安全的年會上 或是其他的別的公部門的這樣子參與的論壇上 那臉書也都會參與 那我覺得這就是雙方一些很實質的一些合作 那除了這方面雙方合作之外 因為先前臉書也有宣布在台灣有一個計劃 FB Start 那接下來他在台灣有沒有提到說 未來在台灣有沒有進步的投資計劃 是我想FB Start就是讓臉書看到說台灣不是只是一個市場 事實上也是一個研發的一個重鎮 也是一個研發的一個基地 那像之前FB Start也有台灣的獲獎的一個團隊 所以他們接下來會推一個計劃叫Developer Circle 就是去把各地的不一定的臉書有關的 但是對於新創很有興趣的一些開發人員 讓他們去跟臉書在全世界各地所組織 或經營的這些開發人員的生態圈 試著把他們接在一起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說 大家可以比較新的技術 還比方說聊天機器人 我們這邊當然對中文的處理 會有一些我們的需要 那臉書這邊也可以即時的直接跟開發者溝通 而不是就是完全是透過代表的方式 而是實際到第一線跟開發者溝通 那臉書本來他們的員工就有參加開放員 就是Open Source社群的一個習慣 所以我自己從一個開放員馬社群的角度來看 我當然是很歡迎臉書繼續投注這種開發者的資源 再讓臺灣更多的開發者知道說 有哪些開放員馬的資源 大家可以去一起使用的 或者一起辦一些工作方 或者一起跟臉書的開發人員進行線上 或者實體的一些合作 那這個接下來也都會一步一步地去做 OK 看來是成果真的很豐盛 那接下來可不可以談一談 正式區細谷好像也有拜訪無人車房 因為臺灣未來在無人自駕車這個部分 也有一些推動的計畫 那可不可以談此行的成果 或未來會在臺灣有沒有一些進一步的一些做法 好 我們目前就是在VTaiwan.tw這個平台上面 正在進行無人載具 無人車的一些 可能創新實驗相關的一些意見徵集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這則新聞的話 可以上VTaiwan.tw發表你的意見 我們這次主要是去兩個 一個是他們公務部門的 一個叫GoMentum的一個無人車的一個測試場域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在沙輪的科學城 也有一個先是明年的封閉的測試場域 然後可能很快後年就會有一個開放 或半開放的測試場域 可能未來你從高鐵達到那邊 就是無人巴士了也有可能 那當然不只是在沙輪 在高雄接下來也會哈馬興那邊 也有一個無人車的一個交通盛典 那當然在台北大家都知道 在半夜已經有就是無人巴士 在公車專用道上面開了 所以這次我們主要是兩個 一個就是在那個測試場域裡面 去了解到各種不同的無人車 好比像說無人的貨車的一個車隊 或者是鄉行的無人車 或非常小的無人車 有各種各樣不同的使用情境 這些情境加州政府跟他們聯邦政府 最新的一個允許無人車實驗的一個方案 他們是怎麼樣去辯鑽 然後在過程裡面好比像說保險 好比像說基本的安全 好比像說資料分享 這些部分他們有哪些最基本的要求 我們接下來如果要有類似的測試場域的話 我們當然希望說不是只是台灣 台灣這邊當然能夠做整測測試是非常好 但是我們也希望跟國外的一些廠商進行切磋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測試場域跟其他的 新加坡的或者美國的或者歐洲 其他地方的測試場域 用同樣的一套規格 或至少是相容的規格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不然他們就要為了台灣量身打造一套東西過來測 所以我們就是取得了這樣子一種規格的一個 算是一些藝術的一個範本吧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會很進一步的去討論說 接下來在沙輪或者我們現有的車廁在彰化嗎 或者是其他別的未來的測試場域 要怎麼樣跟這個範本進行對接 那接下來就是在9月8號有去參觀Waymo 那Waymo是Google本來的無人車的團隊 那現在跟Google有一點就是分開來 它自負盈虧的這樣一個無人車公司 那Waymo我覺得我學到蠻多的就是說 大家當然都知道Waymo是在領先群嘛 就是其他大部分都是說 可能四年左右之後可以把方向盤拆掉 那Waymo是說他們現在已經把方向盤拆掉 而且明年就可以上路了這樣子 所以其實他們算是走的蠻前面的 但是你把方向盤拆掉之後 我們在法律上面對駕駛的這個定義就要改變了 就變成這輛車就是自己的駕駛 那我們對駕駛定義改變的時候 一方面是法規 可是二方面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每一個地區要怎麼樣子讓這種 接近是新的智慧生物 融入大家的生活當中 警察看到他操作要怎麼攬下來 然後我們要怎麼樣子去把它融入個人生活 他能不能用來災禍呢 送小孩上學校呢 還是一開始也許不一定是鄉行車 也許是三輪車啊 你要怎麼樣用最沒有威脅的方式 去引入這樣子的一種新的智慧生物 讓大家覺得是說可以跟他一起演化 而不是好像是大公司說要做什麼 我們只能被動接受 我覺得台灣是不是這樣的地方 是我們都要一起享受 我們有哪些社會問題 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解決 那所以威脅他們也有做一系列的這種 他們叫做Integration 就是文化上面互相融合的 這樣子一些program 那所以他們也會跟在地的警政單位 在地的一些學校 在地的一些家庭去進行這樣的溝通 那我覺得這樣溝通的過程本身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也跟他們要了他們的相關的一些material 一些材料 那他們的材料並不是out source 他們都是自己寫的 所以等於就是說 實際在開發五輪車的這樣子一個地方 他們當然也比較知道 目前的困難或目前的limitation 目前的限制在哪裡 所以他們會做這樣子一套類似客戶的一個材料 然後去讓大家慢慢認識這種新的物種 然後我們再想說 怎麼樣讓它在我們的地方上面去使用 所以這部分我想文化上的部分 實際上我們會特別在意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在意的點葉 放到V台灣上 我們會盡可能去把這方面的材料引入之後 在各地看每個地方政府想要怎麼用這個技術 然後再去進行溝通 郑美 那你覺得台灣要多久以後 才能把那個駕駛桌上的方向把面穿掉 對 我覺得我們之所以所謂做 所謂的創新實驗條例 或所謂的紗盒的這樣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如果先放一塊地方 在這塊地方裡面我們先做做看 而且進這塊地方的人都知道 這是一個測試場域 它不是最終的樣子 它只是讓大家看到最後的樣子是什麼 不好意思 對 那在這樣子的設計裡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不管是透過去測試場域試乘 或者甚至也會用一些VR的方式體驗 或者用一些反正就是絕對不會撞到人的方式 先讓大家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分兩段回答 就是說如果想要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去體驗 好比像說去高雄 那這樣年底就有了 對 那但是如果是想要知道說 這樣子進入市政 進入每天的生活裡面是怎麼樣 我覺得可能還有一兩年左右的時間 但是我覺得重點是說 有新想法的人都可以找到 願意配合的地方政府 先在一個地方先做做看 然後我們並不是說我們從中央逼著大家去接受 一定要馬上引入新科技 大概是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 政委這次去好像就是亞洲西谷辦公室 那之前聽我發會講的說 為了希望他也能夠扮演一些多元化的角色 協助國內新創業者在那邊的一個基地 那可不可以談談這次去 有沒有一些什麼樣的想法或未來的做法 是 我覺得SVIDA就是亞洲連結西谷的這個辦公室 在那邊確實是讓台灣在那邊的存在感提高了非常多 那我們從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去那邊的Taita這樣子一個 就是在西谷的一些台灣人的一個協會 我在那邊的協會演講 當時我不是飛過去是開一台機器人 但是當時大家對於亞洲連結西谷 還是有非常多的疑問 而且還是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決心 到底是不是科技部真的會帶人來 是不是工業院在那邊真的會服務 在那邊的台灣人 他們跟在地的台灣的社群中間連結 到底是玩真的還玩假的等等 在年初有非常多的這樣子一種質疑 或者困惑 可是等到我9月再去的時候 在那邊的大部分的台灣人的社群 我碰到的Taita、SVT、Angel 一些年輕的台灣UXD的這些朋友們 大概都發現說吃完真的 而且是亞洲連結西谷在那邊 真的有把台灣的一些好的新創 帶到那邊的加速器 真的有把我們這邊的博士後的朋友 帶到那邊去在大公司去進行一些協作 而且也相當供應求 就是每一個人可能有三四個大公司想要做 那我們這邊跟他們那邊技術上面的一些合作 不管是剛剛講到五輪車的 或現在科技部很關心的AI的 或者是AVR、IoT的等等 也都有非常長足的進步 包含當然很多地方縣市都有實際去那邊展示 他們在智慧城市上面的進展 但是也很重要是說西谷那邊最新的一些創新 他們也發現說台灣不但有人聽得懂 而且一下子就可以有 好不像說未來的台山資本 或者其他東西實際投入這個技術的生成 所以我覺得台灣是完整的這個訊息 在這半年過去之後 確實是有讓西谷當地的人知道 那鄭委另外就是說 因為最近內閣改組之後 國發會也有一些新的上來 那新的主委他前兩天有提到 就是未來的一些發展 那就是未來譬如說像在DigiPlus 或是其他的計畫方面 未來我們跟陳政委或您這邊 怎麼樣分工合作 是 其實在DigiPlus裡面 我主要是日常作業的是一個叫做數位國家分組 他所處理的比較就是政府的內部 要怎麼樣做一個我們叫做數位轉換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我們怎麼樣子不是只是讓民間 能夠享有最新的數位技術 我們也要讓公務員 能夠用這樣子來節省重複的工作 用這樣子來提高服務的效能 然後也讓民眾知道說 不是你要跑四個網站 而是在一個網站就可以做到一站式的服務 那我想所有這些組織的改造 它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它在法規命令方面 需要做一個更好的一個解釋或者調適 那另外一個就是它在技術 就是我們說演算法的這個方面 它可能要有一個更能夠跨平台的 更即時的這樣一種技術 那當然就是我目前跟陳主委的分工 其實是很清楚的 就是說我們從技術這邊需要什麼需要 那在法規這邊需要解釋的 那我會跟他說 那他會去在法規上面去進行一些 送訪或調節 反過來講如果我們為了要做一些改革 或者是做一些新的法規所需要的技術 那他也會跟我講 那我這邊就去找到一個好的 然後透明的能夠說服大家的新的技術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不管是在就是作用法或演算法上面 我想我們都是跟之前一樣是配合得相當好 然後政委 另外想請教一個 跟剛剛前面比較沒有相關的議題 就好像聽說您正式去養的戲服的時候 好像加州議員對於台灣的一些統統議題 好像有很多的關係 那可不可以談一談談那些什麼 或是說未來對台灣 因為現在好像也在成立一個專手的在檢訪 有沒有一些什麼樣的建議 是 對 我想那是Even Low 羅一元 羅一元跟我當然都是LGBT 所以就是我們是利益關係人吧 這樣講嘛 那但是我覺得他對台灣其實非常非常友善的 那他也提到說就是他10月來台灣的時候 就接下來要來台灣的時候 當然除了參加我們的Five之外 我覺得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 他會想要把包含共和黨的 當地的一些加州的州議員都帶來台灣 看到說台灣在擁抱這種多元價值上面 其實是走了一個相當平穩的一個道路 也就是說我們並不是因為這個事件的通過 而讓社會更激化 相反的在事件通過之後 我想大家都發現到 大家就變得很就事論事 就是說到底這條應該適用 這條不應該適用 他是一條一條去走的 那我也覺得就是我們陳主委 之前是秘書長的時候 他採取這個策略 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說他並不是意識形態式的 好像是全部要怎樣或全部不要怎樣 他說不管是什麼專法 專節 專條 什麼這些東西是最後一刻 我們再來看怎麼樣比較適合 但是我們先把所有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大家應該要享用的權利 平權的這件事情 我們一條一條把它確認 我想這個過程也讓社會看到說 這並沒有什麼兩樣 對 就是說不管兩個人的性別怎麼樣 他們的結合就是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這對社會救世論是非常有幫助 這也是就是羅意願覺得 可以來台灣觀摩甚至去學習 對 就是那個專業小組 鄭委你有參加嗎 那個就是之前陳秘書長主持的那個專制 我們有稍微一開始在成立的那一兩次 我們有討論一下 但是我沒有去開那個會 好 鄭委 那我們剛剛不曉得說 有沒有一些鄭委覺得這次去細補 比較重要的成果 或是我們剛剛沒有提到的 鄭委可以幫我們補充 我想這次我自己個人啦 因為我感興趣的其實一直都是 如何去擴大公共討論的品質 跟它可以接觸到的人 那這次我們去了三家不同的加速器 就是專門做VR的BOOTHVC 專門也是做VR的ViveX 那以及就是專門做Enterprise 就是企業相關軟體的叫Atomist 那在這三家加速器裡面 都看到了一些點子 一些東西 它可以讓我們接下來透過這種虛擬的方式 進行甚至是試整 上面大家一起去看說 這套道路拓寬啊 或者是把某一個城市把它實際變成3D模型 然後就可以去試算等等這些方式 去讓它具象化的時候更容易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自己的一個算是在研究上面的一個收穫 那像Atomist他也邀請我 就是變成他們類似Mentor Network 也就是說他們也覺得像台灣的這邊的政府願意用這種最先進的技術 其實是很少見的 那所以從我們這個所謂公部門的使用者的角度來看 也許也可以給他們的一些新創團隊一些指導 GOOS VC那邊的一些新創團隊 好比像說有一個在做就是我們的表情 在視訊的時候如何知道你的眼睛在看哪裡 如何把一些非元首視的這些訊息 因為我們在視訊的時候它就結掉了嘛 你也不知道別人在做什麼這樣 那這些東西他會希望透過VR 能夠把這個全身的表情都直接帶進來這樣 那像這樣子的技術我覺得我們在開會 甚至是開工廳會都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你隔著VR也達不到人 但是你知道對方能夠表達的訊息這樣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就一直跟這些新創團隊就開始實質合作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對我們民主發展是有幫助 剛剛講到ARVR 那在AI方面這一次有沒有一些談到AI方面 有 AI我主要出現在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Facebook 有提到說除了他們現在就是用人力 去把他們的community standard 就是社群守則去把它維護之外 他們也會透過AI去做一個重要程度的判斷 和比像說如果有人在直播裡面 就說他要自殘或怎麼樣 那人不可能隨時盯著這些頻道看 但是AI可以去發現說 這邊看起來可能有一些利己的危險 那其實他們的一個原則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他們會採取技術上干預的前提 是這會對某個人或某些人造成立即的危險或立即的傷害 那最說這也不是言論管制 這也不是什麼 它就是希望不要有不可恢復的傷害 那在這一件事情上面他們開始把AI帶進去 那當然我們在這邊對於AI他有些透明性的要求 就是如果他做了這個決定的話 我們會想要知道為什麼他是這樣做決定 而不是那樣做決定 AI他應該要能夠說服旁邊的人說 為什麼我做了這個決定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Waymo這家自駕車的地方 好比像說他們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這個自駕車在路上 他看到他認識的就是騎腳踏車的 就是走路的就是什麼 他都可以去算他未來可能的一些路徑 然後採取一定安全的套法去開 但是有一次這個無人車開到中間 就發現一個坐電動輪椅的一位老太太 拿著掃把在趕鴨子 鴨子跑來跑去 然後這輛車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所以他就跟任何小動物一樣 他就待在原地 然後他不知道該做什麼這樣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人工智慧就會說 這個情況可能需要人來解釋 但是在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這個人工智慧 先告訴旁邊的人說 第一個這是我不懂的東西 第二個所謂我不懂的意思是什麼 他到底看到了什麼 他能不能翻譯成一些人聽得懂的話 如果他完全沒有辦法解釋的話 那其實像我們跟貓跟狗 因為都是哺乳類 還可以用一些肢體語言來溝通 那如果無人車完全沒有這些溝通的方式的話 其實也會影響到社會對他的接受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例子 就是不管是AI在幫忙看 這個可能有立即危險的Facebook的例子 或者是無人車他碰到 沒有辦法處理的狀況的時候 他要怎麼跟旁邊的人講的這個例子 他都指向一件事就是說 AI他必須要跟社群一起演化 社群要比較容易去知道 AI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是怎麼回事 AI也要學著去解釋 給人類能夠聽得懂 這樣子這兩個才能彼此融合 而不是就變成像真的洪水猛獸一樣 你沒有辦法知道他的處理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AI我現在對他的關注 很多是社會局上面的 就是大家要怎麼樣彼此一起達到理解 對啊 好有趣喔 對啊 欸 現在你們為什麼會知道 就是鄭偉在無人車那個實驗條例那邊 因為我知道你跟巨人委員那邊 可能也要提類似的方案 所以鄭偉你那邊目前覺得 事情的方式是先在V台灣討論 然後因為現在前站也有在台南的實驗場 就是先做一些實驗 你再來一步一步的法規 看那個草案怎麼建構起來這樣子 我想法規我們一定是年底就會有某個版本 這個版本我覺得並不是大家所想像的 就是中央政府強求地方政府導入無人車 不是這種東西 而是說我們是開一些空間出來 讓地方政府在實驗的時候 能夠不要幫手幫腳 但是又要確保這個實驗區域裡面的人的安全 那我覺得這些是不能偏費的 那我們的目的一開始 也不是為了要扶植特定的廠商 或者是特定的訊號 或者標誌標線或者是協定 因為所有這些跟5G一樣都還在演化 我們要的是整個社會在無人車來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們才會把它當做一個創新實驗來做 那就跟我們現在也在立法院的 金融創新實驗條例一樣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不是為了特別要promote 區塊鏈或者是任何特定的技術 而是說民間有這樣子新的技術進來的時候 它有一塊安全的方式 有6個月有12個月的時間 讓整個社會知道這個技術是怎麼回事 而且我們也不排除這是一個壞主義 如果這是一個壞主義 過了6個月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壞主義 以後就不做了 但是這也不是它的失敗 等於它跟社會一起付的學費 但是重點就是說 我們如果一下就全部撒下去 那就跟旅鼠挑選愛一樣 那可能整個社會都會付出一些成本 所以我想這種可控風險的實驗 是我們在不管是金融 非金融或者是無人車上面 一個相同的一個精神 那將來是哪一類型的 就會不會有像金融的話 會設定一些條件 哪些人才可以進入這個沙河 那無人車這個部分 會比較傾向哪一方面的條件 我覺得金融它其實已經沒有限制 好比要說行業別才能進入沙河 它我們一定不能放的就是資訊安全 消費者保護 這個是絕對不能放掉的 那但是只要它在資安跟消保上面做到了一定的水準 我覺得就不分領域 它都應該要跟它的那個實驗場域取得合一 大家是在同樣知道知情的情況下參加 而且它的風險是有限的 它可能有保險或其他的方式 去讓大家知道說真的出了事 那就是這一次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我覺得它是可以循序漸進的 好比像說像在金融穿行實驗條例裡面 我們也有說如果你試了六個月你想要擴大規模 那你可以再申請六個月 那同樣道理你無人車你在這個地方 你可能先用慢速開 你可能先在一個比較小的一個場域開 那你也許可以以後可以延長 你慢速大家都覺得沒問題了 你再提高一點點速度 場域再大一點點 大概就是一個循序漸進的一個態度 這方面有沒有在 有沒有一些國際廠商需要他們跟我們合作 或是他們有興趣的 我覺得現在的狀況並不是沒有興趣 大家都有興趣去做實驗 因為其實就連某一輛車放在這邊 它其實不開 它都有宣傳效果 你未來這輛車在開賣的時候 大家就會記得說 這就是2017年這個實驗的那輛車 對 所以我想意願是不缺的 但是我們現在要確保就是一個公平 就是不但是網廠商部分的公平 就是他們的資料分享 消保所有資安這方面的公平 也包含各個地方政府的公平 就是每個地方政府 大家都應該要有類似的一個能力去設定說 我想要在這邊設定符合我地方需求的無人車 也許我是偏向我要解決的問題 並不是都市的那種無人車要解決的 都市裡面可能載貨跟載科的 也是不同的想要實驗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個多樣型 我們先把它打開來 而不是變成是說 好不像說只有大型的雙乘巴士 才能夠實驗無人車 我想我們就是避免盡可能避免是說 特定限制它的種類這樣 所以我們這個草案任何車種都可以 就是說任何車種都可以提出申請 但是它當然如果太誇張的話 那可能我們還是會有交通部會有一些審議 或者審驗的一些方法 但是我們會盡可能不要在這個草案裡面 就先去排除說什麼一定不可以 好比方說六個輪子的一定不可以 三個輪子的一定不可以這樣子 好 謝謝老師 因為之前交通部是 就我了解應該已經著手 有在演你一些相關的法規 所以鄭委你這次有跟他們先做討論 那這次就是交通部在臺灣上進行討論 簡報都是他們寫的 對對對 所以大家應該不用擔心交通部太過保守 就是說我想他們需要的只是一段 去了解的過程 然後也包含像我們現在在國際上 談到一些他們目前現有的一些規範什麼之類的 如果能夠翻成中文的話 那這個其實就會加速進行 而不是說你一個一個去跟廠商蒐集 因為像實驗場餘 我們去的那個GoManton 其實有非常多家無人車公司 只有一些他們可以提到名字 都是在他們那邊測 所以這些公司至少都同意了 他們那邊的測試條件 那這個時候我們把這個條件拿過來 我們至少就知道說A780%的大的無人車商 都已經同意過這些條件 談的時候就比較好談 好 非常感謝這位 謝謝 非常親密 好 先來就要不要補充一些剛剛那些英文的東西 對 我會給 有沒有要像微墨是W-A-Y-M-O 好 謝謝 這是很嚴格的無人車的 這個就是交給你 然後